台电有爱,捡血同在,在! 捡热血,有爱心,在! 热血一败,无可举干! 主办这场捐血活动的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特别携手基隆邮局、国泰人寿展业基隆通讯处 以及东阳制药公司热情地邀请大家踊跃捐血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处长和基隆邮局局长 以及国泰人寿经理也亲自晚秀捐血 号召员工同人一起来响应 因为之前就有捐血的习惯了 刚好台电今天有办这个捐血的活动 就来想说帮助大家,然后回馈社会 一开始是大学的时候就有刚好看到有车子 然后就想说捐捐看 大学的时候捐第一次 然后之后那时候在高雄训练中心又捐了一次 这次是第三次这样 这一次的捐血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以往都是我们两个兄弟公司 这个中华邮政跟台电一起来举办 那这一次有特别有民间的企业来加入 包括国泰人寿展基隆 还有台湾东阳制药来参加 所以因为有比较多的单位 所以我们在鼓励捐血的这个上面的应该就是比较蜂蜂 所以我们就邀请这个邻里乡亲都能够来永夜捐血 那么在空档的时候我也邀请大家到我们的节能摊位来看看 加入我们的APP来申请电子账单来学习怎么样节约用电 落实邮政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经营理念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主动的参与跟参加 办理跟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今天特别与我们台湾电力公司 基隆营运处合办共襄盛举办理捐热血 油爱新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同晚秀捐血 做公益一起让爱走出去 我们非常多的客户他生病了以后 可能求救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的 去做一些医疗的转介服务 所以都有我们国泰人寿这边会有专门的人员 有专业知识做协助 那我们基于这个理由 所以跟很多医院合作 我们最近也会做癌症筛检服务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 这边的人非常需要捐血来做 一些对医院的一些病患做一些救治的工作 所以我们长期都有在做捐血活动 那也非常多的保护都愿意响应 在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现场准备优质毫米等丰富的礼品和纪念品 送给每位捐血人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也在现场宣传下载台电APP 了解用电状况来聪明节电 各单位携手一起做公益 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之外 也发挥了良善的企业社会责任 多捐血 多骄傲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